我省12345热线平台日前开通企业服务专区专线 主要受理法人非法人组织的举报、投诉、求助、咨询、建议等 属地问题直接拨打区号加12345加8即可按语音提示进行咨询、反应 团生委今天启动寒假云端相伴成长陪伴计划 寒假期间来自省内22所高校的1万多名大学生志愿者 将通过线上陪伴方式对全省7000多名留守儿童和有需要的少年儿童群体 开展心理疏导、兴趣启蒙、安全教育 本台综合报道